29、電腦廣場Windows 10 Press RTM 全功力Build 10162帆中體驗 2015年7月14日 Free Jam 038-043近年受到智能手機衝擊 電腦業界陷入一片低潮 各大硬件廠商與生產商 甚至微軟都寄望於新一代的Windows 10系統 可以帶領業界走出谷底 目前距離正式發售 已不足一個月 理論上已快將完成全部開發 今期 PCM 就以最接近完成版的Build 10162版本 繁中 作測試 並且分享安裝及試玩Windows 10的點滴 開發階段演進過去的幾代Windows系統 從開發人員手中的編碼 正式演變成零售市場版本 往往要經歷數個階段 我們就以大家熟悉的Windows 7作例子 系統就經歷過Milestone 電定型態階段 pre-beta 初期測試階段 beta 測試階段 R.C. Realist Candidate 發行候選階段 pre-release pre-release to manufacturing 準發行階段 U.R.T.M. Realist to manufacturing 正式發行階段 開發過程漫長且缺乏資訊透明度 用戶不能知道Windows的新功能與內容 微軟於新一代Windows 10 改變過往的開發策略 通過名為Windows Insider計劃 軟件開發者可申請成為會員 率先獲得官方提供的Technical Preview系統 技術與濫版 體驗各項新功能 並且可把意見反映與開發小組 後來微軟於Build 2015開發者大會結束之後 推出新的Incider Preview系統 會員與濫版 無論功能或界面設計更趨完善 現時官方已步入最後階段 因此每天更新各個Build版本 直至完成並推出R.C.M.版本為止 Windows 10的開發才算完滿結束 Info版本最號解碼 假若各位有留意Windows 10的測試 大概會發現桌面右下角的Build Number 這些數字是代表系統的開發階段 例如100、10176、163841 C1就代表系統原子1分之 10176是該系統的版本編號 假若進入R.C.M.階段的話 按照微軟的習慣 編號應該是400的倍數 因此目前最有可能是10400 只要各位看到10400的出現 便代表Windows 10已正式完成 自製裝機手指 Windows USB DVD Download Tool 顯示網絡上有不少Windows SupplyZone 檔案 用戶可通過銷錄成光碟 再安裝於電腦之中 不過 若果各位本身有限制的U.S.B.手指 建議最少8GB容量 可透過軟件製作Bootable的擴裝手指 省卻消錄程序又能更快速完成安裝工作 H.T.T.P. Wordcardaplex Comstep 1 用戶安裝軟件之後 首先選擇要製作擴裝手指的I.S.O. 檔案 Step 2 接著選擇USB device指定要製作成裝機手指 Step 3 最後選取要製作的U.S.B.手指 最後按下別件Copying製作手指 由於過程中會刪除全部檔案 建議備份好原有檔案或使用空白手指 虛擬使機助手Virtual Books 若果只想稍微體驗Windows 10 並不希望進行硬碟分區 可以借座面工具Virtual Books 透過建立虛擬主機開逼獨立空間 便能再不影響原有系統的情況 盡情測試Windows 10 的各行新功能 試玩完不只要刪除檔案便可 相當方便 HTTPS www.virtual.org Virtual Books以支援Windows 10 建立虛擬主機時 可以選擇套用相關設定 用戶可自訂虛擬主機的硬碟容量 一般建議提供最少64GB空間 設定好主機之後 用戶可於Settings回入ISO檔案 然後按下Start啟動主機 開始進行系統安裝工作 簡易安裝說明無論各位使用用 USB裝機手指 或透過虛擬主機安裝Windows 10 過程及方法都大致相同 指示啟動安裝程序有些分別 如果各位使用虛擬主機的話 只要選取好ISO檔案並啟動主機 便能直接進入破安裝程序 如果使用USB裝機手指 可能要先在主機板的BIAS設定 選擇以USB手指作啟動裝置 方能啟動Windows的擴裝程式 HTTP WindowsMicrosoft.com 測線ZH HK Windows Preview ISL Step 1首先設定語言及輸入法 由於示範的檔案以指定中文 範體 因此用戶只要設定時間及貨幣格式 患有常用輸入法便可 Step 2由此版本開始 需要輸入產品金藥作為啟動之用 目前微軟易於網站提供Windows專頁版 Insider Preview系統的公共金藥 各位可於官方網站找到相關資料 Step 3如果用戶於虛擬主機使用 可以直接選取持碟空間 然後按下一步進行安裝工作 若果在電腦或筆記保電腦使用 可以利用分割工具或出身的磁區 入後用於備份資料之用 Step 4安裝工作自動執行 稍後系統會重新啟動 然後新聞用戶有關系統設定 一般用戶可直接選擇使用快速設定 直接交由系統自行設定 進加用戶則可選擇自訂設定 透過手動方式設定 Step 5如果擁有用Microsoft帳戶的話 可以在安裝期間登入 啟動雲端服務或載入過去增修改的個人化設定 Step 6歷時大約十數分鐘 各位就能正式使用Windows 10 目前官方式出的ISO檔案 距離正式的RTM版本 大概只有一部之遙 全部新功能均以設備啟用狀態 各位可以盡情體驗新一代系統的非凡魅力 重點功能一覽Windows 10 作為新一代系統 兼服從鎮業界的重任 自然擁有不少新功能 其中最受注目是兼用Sprox Live的遊戲服務 支援主流網絡技術的Windows Edge網頁瀏覽器 以及智能語音助理Cortena Feature 1Sprox Live遊戲平台Windows 10 能夠支援新一代的DirectX 12技術 不僅提供更佳的光影與視覺特效 並且引進萬眾期待的Sprox Live服務 用戶可以利用個人的Windows帳戶 讓電腦與Sprox 1主機連接 可以串流執行及操作遊戲 也可於遊戲期間六下精彩片段 甚至可以讓Windows 10與Sprox 1的玩家 共同協作進行遊戲或分享成就與進度 全新平台政策過去整個Windows家族 只專注於電腦層面 與流動裝置及遊戲主機 各自擁有不同的系統 微遠於新一代的Windows 10 一改過去各自為定的策略 帶來全平台通用的特性 無論各位使用Windows Phone或Sprox 1 未來都可以升級使用Windows 10 軟件開發更為簡單容易 二、用戶也能無縫於平台間切換 一、Sprox 1微軟旗下的Sprox 1遊戲主機 未來可升級使用Windows 10 不僅可進一步配合Windows PC 並能獲得全流遊戲特性 也可以跨平台與電腦遊戲玩家 進行聯絡合作或對戰 未來更可以配合Hallolence技術 讓玩家享受擴充實景遊戲 Feature 而新瀏覽器Windows Edge 過去於網絡瀏覽器部分 微軟自家的Internet Explorer 未能配合網絡潮流發展 受到用戶批評與嫌棄 Windows 10就帶來全新的Microsoft Edge瀏覽器 不僅可配合各種開放原碼技術 也能支援HTML5語法 完美配合網絡的生態發展 無論速度或反應都有所提升 更可以結合雲端技術使用 大大改善使用體驗 Feature 3 語音助理近年智能手機 帶動語音助理技術 微軟於Windows 10就帶來名為 Cotain的語音助理功能 用戶只要說出指令 便能透過聲音控制Windows 10的功能 不過目前技術緊向美國用戶開放 因此測試中的中文版Windows 10 暫時未能啟動相關設定 希望微軟能盡快解除地區限制 並且可以追加廣東話支援 二、Windows Phone近年於智能手機業務 苦戰的微軟 早已部署用Windows Phone 8.1的手機 可以升級至最新的Windows 10系統 透過全平台策略鼓勵 軟件開發者提供更優質及豐富的軟件體驗 並且計劃推出新的開發工具 協助Android與iOS的軟件轉換成Windows 10的軟件 吸引開發者加入 精彩體驗快將到來Windows 8的出現未能帶動熱潮 甚至成為微軟與電腦業界 遭到用戶冷落的主要原因 經過細心調整及改良的Windows 10 不僅帶來多種斬新特性 並且廣納用戶的意見 重新整理出發 現在距離Windows 10的上市 上有幾個星期時間 測試版的功能更趨完善 期待正式版能早日到來